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 包括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在内的世界领袖前去献上最后的敬意 苏木庄严的葬礼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在耶路撒冷赫兹尔山国家播幕举行 佩雷斯的亲属与生前的好友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前总统克林顿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出席了葬礼 向佩雷斯献上最后的敬意 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和总统分别在葬礼上制道词 赞扬佩雷斯为国家鞠躬尽瘁 新加坡外交部发表文告说 出席葬礼副总理张志贤表示 众多政要出席葬礼 反映了佩雷斯对以色列和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 他也说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在场 让人对中东地区取得和平的愿景 重燃希望 好棒